好 紅旺主場跟藍鳥卸賽第一場比賽 鬥成大軍相當可惜 是以3比7吞下敗仗 不過張瑞誠全場3-1 敲出本季的第6號全壘打 只能說鳳梨蘇真的5號啦 前兩個打球都看得很清楚 只是沒有掌握得很好 對 其實也算 在內容當中其實算蠻好的 那第三個打球的時候 其實也 也照著一樣的routine在走 剛剛他前面投了兩顆滑球 都在很刁鑽的部分 之前的時候我都會做攻擊 但今天就是有把球帶掉 所以我把他選掉 因為不好揮擊 然後剛好他後面投了兩顆磁球 第一顆壞球 然後後來第二顆磁球 剛好是我想要攻擊的位置 所以就把他打出去 張宇辰這一棒是打得超級紮實 直接轟上左外野綠色怪物 411英尺的大號soul shot 除了確實執行擊球策略 跟球跟到最後一顆之外 最近在兩號球之後 改變打擊機制 用跨步來取代過往抬腳的習慣 也收到兩號成效 前幾天就是有跟打擊機制 做一些討論之後 因為之前抬腳好像都很難找到自己的節奏 然後要如何跟投手做一些節奏 然後後來教練就問我說 你2-3的時候會不會做跨步 直跨步不抬腳 然後我說我之前有做過 然後後來那你最近 他就問我說你最近要不要這樣做 我說我可以試著看看 然後練習練習之後他們都說 我覺得他們覺得這樣比抬腳還要好 也比較輕鬆 然後也比較好抓節奏 也比較準備得比較早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開始 就是 就從那天就來做這樣的改變 對 然後到現在也慢慢的開始抓到感覺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希望這季大號陽春蛋只是個開端 整體揮擊更加輕鬆流暢 而且終於找到良好感覺的張宇辰 又在例行賽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刻 強拉尾盤 期盼能衝刺出更好的成績 以上是回來採訪團隊在美國波士頓的採訪報導